美国官员升高打击网络犯罪的压力 还说拜登总统正在考虑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各种选项 以对抗这种日渐增长的威胁 商务部长雷蒙多昨天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政论节目访问时 被问到政府是否会考虑采取军事行动时 雷蒙多表示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各种选项来保护美国 免受勒索软体犯罪的攻击 雷蒙多并没有解释可能采取的选项 不过他说 拜登本月16日会晤俄罗斯总统不停时将讨论这项议题 日渐增长的网工威胁 以促使拜登政府对俄罗斯采取更强势的立场 美方认为 俄罗斯藏匿部分网络犯罪者 全球最大肉品供应商JBS的美国子公司 上周末遭网络犯罪锁定 美国最大燃料管线运营业者 殖民管线公司上个月也遭遇网络攻击 引发外界对粮食和燃料供应中断的担忧 雷蒙多也呼吁私营企业在面临日益严重的网工之际保持警惕 他表示这样的威胁会持续存在 甚至恶化 日本二维会会计部部长 孙古靖今天上午在东京一个地铁站跳轨自杀身亡 警方正在对自杀原因进行调查 据报道 今天上午九点半左右 孙古靖从位于东京品川区东京都营地铁线中 沿站北上站台跳下轨道 随后撞上正在进站的火车 他之后被送往医院救治 但两个小时后不治身亡 警方根据现场的情况确认他是自杀 但表示仍将对事件进行调查 日本奥委会官网介绍 孙古靖1968年出生在奇遇县法政大学毕业 早在2005年就曾作为日本代表团官员 参加过澳门举行的东亚运动会 他目前是日本奥委会会计部部长 昨天 载着总统傅景丽飞往VD马拉的飞机 在飞行25分钟后 因技术故障被迫返航 据随机发言人桑德斯表示 返航飞机安全着陆 副总统在一个小时后乘坐另一架飞机离开 赫景丽此次为两栖的中美洲之行 旨在与南部邻国 包括VD马拉和墨西哥 共同解决美南边境的一鸣潮危机 这也是他担任副总统以来 首次出国访问 佛州迈阿密戴德县 昨天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造成三人死亡 至少六人受伤 据迈阿密戴德县警方通报 当天凌晨两点左右 两辆汽车驶入当地一商业街停车场 车内人员随即向附近人群开枪 人群中包括一些参加完毕业聚会 准备离开的人员 枪击事件造成佛州惩戒局一名女教官死亡 另有至少六人受伤 伤者自行前往医院 目前伤情稳定 随后警方在一辆逃逸并发生撞车事故的汽车中发现 两名男性死者和一支枪 当地警方已被枪击事件展开调查 还没有抓获任何嫌疑人 这是一周来发生在迈阿密戴德县的第二起枪击事件 迈阿密戴德县 东北部凯厄利亚市5月30日曾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当时造成三人死亡 二十人受伤 三名嫌疑人仍然在逃